问乔方军老师,就是之前因为在微博上面嘛,金星老师也发表了一些言论,你对这些言论是怎么看的呢? 我认为是不同,因为金星老师,因为我们本来的他们的battle很清楚,就IPCN它会有监督整个一个过程,他们请了很多的老外的那些,呃,那个变文师的导师来指导他们,那么我,我有幸可以到现场去观察这一切。 其实他的battle里解清楚,就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可以了,包括杨丽萍老师,陈老师,金星老师,可能金星老师那也是因为去英国的关系,他的内心还是很关心的评论,我认为包括杨老师,陈老师,陈老师,他们都打我电话,都很关心的评论,那么可能里面在沟通上面,我认为剧组的MBCN会有一些不及,因为他们应该鼓动,发出邀请,我们不能拿我们过去比赛的经验来判断这个,林志范这个战争秀,因为过去比赛的经验,我们不能拿我们过去比赛的经验来判断这个,林志范这个战争秀,因为过去 比赛是挺回合,要脱离的,但是只是一场,那五菱这个战争秀的三个月,在这个里面,导师起的作用是军事上和技术上两方面的作用,那么我在微博上,我唯一感觉有一点我不太可理解的说,这什么问题,说话让我想想,写不胜震,我想说,哪来的写啊,我们的导师已经是巨星了, 那些学员,从我的眼光说,还是穷不垃圾的,他们可能,从经济上没有进口就会是,那么还有一个写就是从政治上来压迫我们,估计也没人敢压迫这个老师,压老师也没人敢压迫我们,所以不存在写,唯一的只有汉子,所以写不是,写不是,在我林志范里面,这句成语是不成立的, 是绝对不成立的,因为我相信大家关心的更是我们舞者破莫的故事,请媒体们不要再关心我们评论,我们金老师平均两场,那个手游戴也正常,有一句我想告诉你,金老师很感性,这是我当时正在学舞蹈的时候,所学到的感性,同时我也认为他非常关心的体学员,这是最重要的,我们的导师关心学员是最重要的。 是最重要的。